您有意通新留言 去年的一个周末 趁着阳光正好的天气 到了可以远眺夜景的步道 大口地呼吸森林的空气 步伐配合着吐息 观览沿路的风景 忘却了夜色提醒的时间 直到看见下山的路口 才发现附近不是自己熟悉的社区 打开手机一看 竟然距离捷运站要一个小时 顶着疲累的身躯 无助地望向邻近的公车站牌 发现末班车已经开走了 突然有一位大哥看见了我 停下车问说 怎么了吗 我说方便载我到捷运站吗 我忘记今天公车很少 他说小事刚好顺路 上车吧 上车后我连忙道谢 从无助到受助 这样热情的帮助 也让我想到了 最近看到的一封回馈信 土耳其的地震当中 有一位69岁的灾民 唯一的儿子在地震中往生了 彷徨的他 看见了志工的到来 信中说 不只是毛毯和生活物品而已 而是志工们温暖的陪伴 与热情的款待 让他觉得 这样的诚意 是无价之宝 这分情 让他忘却了伤 敷慰了心中的痛 他真诚地说 你们所做的一切 我无以回报 只能祈求阿拉 为你们四福 我心中的感恩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不论是载人一成的小事 或是震灾当中 伸出援手的大事 只要当自己无助 有人伸出援手 其实很多时候 受住的感动都难以言语 美国作家海伦凯勒就曾说 将手中的灯提高一点 可以照亮更多的人 其实得到帮助的自己 有一天 有能力的时候 看见有难的人 也可以提起明灯 给他光明 指路前行 这盏灯 除了可以引路之外 还可以散发出光辉 给人温暖与热度 也就像是助人一样 不只是有形的物资 还有无形中 设身处地的真诚关怀 这样无价的帮助 或许就是真情的可贵了 您的留言已完成 如有其他心情留言 请到多用心FB 或是多用心Podcast 进行留言 下次见